大家好 我是愤怒的调音师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 玩一下莱维特新出的 MTP W950手持电容话筒 对的 虽然它长得像个洞传话筒 但其实它是支电容话筒来的 可以直接拿在手上唱歌的 电容话筒 难道平时的电容话筒 就不能拿在手上唱歌吗 肯定不行啊 而且没想到直播兴起短短这几年 已经学坏了 居然很多直播搞起了 假唱 而且假的非常假 直接捧一只上这样子的 大阵磨电容话筒 在手上唱歌 还唱得非常好听 这是不可能的 先不说那呼吸声都没有的唱歌声 也不说那绝对的音准 但是这么灵敏的大阵磨电容话筒 拿在手上唱歌 不可能不出现上这样子的 隆隆隆的手持噪音 也就是手接触摩擦话筒 发出的噪音 像这样的大阵磨电容话筒 不是设计拿在手上唱歌的 所以摩一摩都会有巨大的手持噪音 而且不加防喷网 嘴巴怼到大阵磨电容话筒上唱歌 那肯定是铺天盖地的 喷麦声 而且直接双手握住话筒 会改变话筒的指向性 音色也绝对不会正常的 起码声音会变得非常闷 但直播的声音中 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 声音还是完美状态 那只能说假的太假了 所以要假唱真一点 起码来机上莱维特W950 这样子的手持电容话筒假唱啊 它就是设计给手持用的电容话筒 所以没有隆隆隆的手持噪音 而且双层防喷设计 不加任何的防喷罩 也不会出现严重的喷麦声 还有它特殊设置的麦头 不算舞柱麦头 也不会改变指向性和音质 阿母见了都得点赞 调音师见了 也得不默收起流星锤 看见没 这才是假唱最佳话筒 而且直播的音轨 还是得加点呼吸声进去的 别剪太干净 还有 欸不对 我是来测评话筒的 不是来搞假唱的 先来一段W950实录真唱的声音 有人谈话有人识 录音的声卡 也是莱维特C6声卡 是以我再不必孤单寄生 感觉如何 的确 手持电用话筒保留了 电用话筒灵敏度高的特性 所以人生有非常多的细节 毕竟它用的是 一英寸的大振膜 一英寸这么大的话筒振膜 一般是用在上这样子的 露音室电用话筒上的 所以这W950想不灵敏都难 而且看这个W950评想图 可以看出 在10K这里明显有个峰值 这表明它点C就是为了 塑造新一人生的话筒来的 话筒会为人生带来 非常多的超高频 让人生听起来更加有磁性 有更加多的细节 实际上你们看的这个视频音轨 也是我用莱维特W950录的 能听出跟我平时用的 SMTB有什么区别吗 而且它的降噪能力 也是非常强的 有信心和超信心 两种强指向可以切换 所以你不会在我视频中 听到环境噪音的 当然用在舞台上 这样的指向特性 也可以有效的避免消叫 毕竟在W950就是设计 舞台和直播两用的专业话筒 对的 这个话筒还能用在舞台上 直接怼个卡龙线 就能排练就能上舞台了 如果遇到苏尔的无线话筒 还可以把自己的头领下来 不是 是把W950的头领下来 怼到苏尔的发射机上 就能完美匹配了 这一点在莱维特官方宣传视频 可以看到 你看这条因斯传承 没有一点效用的 说明什么 说明你找条因斯额外换个麦头 得先怕烟啊 花纸都没有一根 一点规矩都没有 而且刚刚也说了 这话筒有特殊的麦头设计 也不会降低话筒音质的 HipHop大佬狂喜 麦头也是双层防喷绿网 能有效防止喷指 啊不防止喷麦 麦头上还能做120Hz的低切 和0-12dB的灵敏度调节 所以这个莱维特W950 确实是多功能用途的话筒 除了做直播 还能拿舞台上演出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你直播火了 光是在直播假唱还不够的 还得开演唱会假唱 不过不吹了 记住莱维特MTPW950 都主要麦就行了 而且除了话筒 声卡 耳机音箱等等各种录音直播设备 楼组的麦哦 买设备找愤怒的调音师 某宝搜索愤怒的调音师 对就是这两家 楼组的天猫店也已经开了哦 天猫请照声影音专营店 已经为你准备了 性价比最高最专业的录音直播设备 谢谢支持